作词 韵蒲耳机 作词 对大幅 就是缺乏冠键 decision 如果没有起锂条件的话 我可以把它 透过左右两边做装ż 会把它全身缺乏挡球出来 如果全身缺乏短把他做inverse loss 就得到它的 Impulse response 那這邊 這個 S 等於 負二 跟負三 是它的 pole 那提醒一下 負二 跟負三的地方 那對應的 Impulse response 是 1 的負二 跟 1 的負三 那這邊 你們可以看到 是這個 Impulse response 會跟這個 pole 有很密切的關係 the rest 有兩個基底函數構成 1 的負二 跟 1 的負三 根 所以這個 pole 代表 就是 Impulse response 裡面 那些基底函數 它的成長的數量 如果有個負 alpha 的 pole 它的 Impulse response 就有個 1 的負 alpha 根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所以 Impulse response 這些基本的基底函數 可以從它的極點 選擇 function 的極點 可以看出來 這是另外一個重要的觀念 另外一個重要的觀念 那剛剛是 zero state response 那 zero input response 呢 就是怎麼樣 讓輸入等於 0 對不對 看其實條件怎麼 怎麼對這個輸出 造成影響 所以這時候等號的 右邊等於 0 因為輸入等於 0 對不對 那可是這邊有 Y 做 0 跟 Y 0 所以我們要把 Y 0 跟 Y 0 有關的東西 就放到等號的右邊 所以我就可以求出 這個 Y 的 這時候的輸出 這時候是由 Y 0 跟 Y 0 造成的 有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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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時候如果 我要求 Inverse by plus 的話 我就要把這個部分 做部分分數 那你會發現 這邊分母的部分 實際上跟 酸特正方式 還是一樣 所以這個 這邊還是有 S 加二 跟一個加三 就是 1 的負二 但是加三 就是 1 的負三 有沒有問題 那這部分我們再求 0 input response 0 input response 我們再看一下 它還是有 重要的特性 是什麼呢 這個 Y 是兩個訊號做線性組合 對不對 1 的負二D 跟 1 的負三D 做線性組合 什麼叫線性組合 所以你的數字時候強加 要線性組合 英文叫 Line Condonation 結果齁 高三應該學過齁 所以 1 的負二D 乘一個倍數 1 的負三D 乘一個倍數 所以這個 Y 0 T 完全由起始條件所引起的響應 它的基底函數 是什麼 1 的負二D 跟 1 的負三D 了解 所以 這邊我們會得到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結論 0 input response 或是完全由起始條件所引起的這個響應 它的基底函數 和似乎基底函數是一樣的 Input response 基底函數是一樣的 這個 今天另外一件要記 其次的事情 你今天要記什麼還蠻多的 稍微整理一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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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你可以說 這個 這個 那個 11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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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 這個 這個 這是 非常 isol 0-Input Response的基底函數是一樣的 0-Input Response的基底函數是一樣的 有沒有問題 再把它記起來 有沒有問題 要了解之後才記 光被 沒有什麼用 遇到變化球就被散射了 考試值球的機會不是很多 都是有去變化 可以嗎 剛剛四個重點 什麼是0-Input 0-Input就是沒有Input的時候的響應 沒有Input為什麼會有響應 因為系統有70條件 可以 這樣可以 好 來 四個重點可以再講 第一點就是y等於u乘以7 很好 the plus 那代表面就是y等於u跟g的convolution convolution的那個形式自己要把它記起來 uTaoG t-TaoD 無線到無線到G 那第三點就是 這個 這個 就是 那第四個就是 zero input response 它的響應 它的基本組成跟既有機制一樣 都是由PO來決定 不過前面的係數不一樣 前面係數這邊是由起子條件的決定 了解 那這個 input response 前面的係數 就是看圈圖方選 怎麼去做部分分析 分析分析的係數 有沒有問題 可以嗎 這四點 好 再來我們要來討論一個 控制系統很重要的東西 叫做穩定性 上一塊有提到 控制系統能夠有四個重要特性 應該有四個重要特性 第二個特性是什麼 它有改變系統的穩定性 來一個好好的系統 你要控制系統設計不好的話 趕快讓它變得不穩定 當然 控制系統 它一個最強大的地方 它能夠把不穩定的變成穩定 或是把穩定的變得更穩定 對不對 可是它也有可能會設計不好 把穩定的變成不穩定 所以 我們這邊要來 研究一下 我怎麼去判斷系統的穩定性 我怎麼去判斷一個系統穩不穩定 那要判斷系統穩不穩定 我要先定義 什麼叫做穩定 什麼叫穩定 那在控制系統裡面 有幾種穩定性的定義 那在你們這個階段呢 這個穩定性的定義就夠了 這個穩定性的定義就夠了 因為我們討論是線性在十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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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穩定性叫做 這個穩定性的定義 那這樣子的話 就叫做 它是 Bun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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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穩定 或是講 用比較白話來講 如果一個系統呢 輸入沒有發散 輸出也不會發散 那這時候我們就說它是穩定 或是我們說它是BBO的穩定 BIBO的穩定 輸入不發散 輸出也不會發散 輸入不發散 怎麼發散 怎麼會發散 我們講time domain 還講frequency domain 發散 發散 看到的看得到的東西 看得到的東西 是time domain 這個訊號沒有一直成長 或是說 一直震盪 越增給到越增 或是說 你可以找到一個數字 把它Bomb 這叫做沒有發散 了解 所以 輸入不發散的話,輸出也不發散 這時候我們會說這個系統是穩定 拉普拉斯總面乘以S分之一 看你總面在幹嘛 看你總面在幹嘛 積分嘛 可以嗎 所以拉普拉斯總面是S分之一 看你總面在做什麼 記憶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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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些系統是ThiboStable 是不是 不是嗎 很簡單的 我給他一個什麼訊號 State 可不ê 給它1 那數字位是什麼 越基越多 最後怎麼樣? 爆掉 解解 所以 輸入有沒有發散? 沒有,可是輸出怎麼樣? 發散 OK 對,它不是Bevo Stable 當然,上禮拜給各位看的那個導彈板車 它本身就是不肯定了 一點點,它感到馬上就爆掉 對 本來就不用講了 好 我們接下來要來研究的是 一旦定義好,就是Bevo Stable 我怎麼樣的判斷一個系統是Bevo Stable 我們目前學習到用什麼方式來拿入系統 我們會利用兩個東西來拿入系統 一個是臺總面的系統 一個是老爸總面的系統 什麼東西 要不然用完描述系統叫做什麼 不知道 不知道今天又白上了 描述系統用什麼? 用什麼? 用什麼? 用什麼數學模式來描述系統 蛤? Tenfer Function 啊 可以嗎? 可以嗎? Tenfer Function 啊 可以嗎?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到目前為止,我們學習到用什麼描述系統 我們用什麼東西來描述系統 因為原始,對原始是從微分方程出來的 OK 我們不喜歡做微分方程 我們不喜歡做相乘 所以才會有判斷方程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到面原始學習到描述系統是用 判斷方程不然就是用什麼 判斷方程不然就是從微分方向 到微分方向 因部份是用 Creative pumped 我們就要把输入跟 loving constantly 可aking partes公開 收入跟螢幕 gradu 對大廣告 最後看過 然後全新來都是幾乎 是不是必須用 Studio 演出判斷方程不然裡 那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什麼樣子 如果給你trent function 或是inferent function 我也沒有辦法直接從trent function 或是inferent function 去看出它是不是穩定 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有什麼樣的判斷方法 給轉移還數我就馬上決定 這個系統是不是穩定 這個系統不是穩定的 可是如果加2的話 它是穩定的 為什麼 這是我們接下來的研究 好 那所以 再回想一下Beeble 的定義 If y is bounded, subject to a bounded y 如果這樣的話 它是Beeble stable 所以輸入不發展 輸出也不發展 叫Beeble stable 好 那我們就回到它最原始的一個定義來看 輸出跟輸入的關係 這邊就是time domain 對不對 都是time domain 那我們就從time domain來看u跟y的關係 u跟y的關係在time domain是什麼 是u跟g做什麼 是u跟g做什麼 折疾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好 那 我現在研究說 如果u是bonding y在什麼樣的條件 會是bonding 或是說 這個g要怎麼樣 才能夠讓u不發展 y也不發展 我們對import response的要求是什麼 好 那 那這邊 我們來看它絕對值吧 看它發不發展 我們放個絕對值 這個 這個 就不用你考慮到正負的問題 絕對值不發展的話 當然它的數值也不會發展 不加絕對值也不會發展 有沒有問題 一個訊號加絕對值之後 不會等於無限大 絕對值拿掉它還是不會 把到正負無限大 可以 好 所以 這邊 y加絕對值 然後 會等於什麼 在這邊 對不對 積分之後 再取絕對值 一定會小於等於 先取絕對值再積分 可以嗎 可以嗎 這個部分你可以接受嗎 所以會有這個不等 所以會有這個不等式 對不對 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的舉手 積分 再取絕對值 會小於等於 先取絕對值再積分 因為先取絕對值在裡面的話 裡面的東西就是大於等於 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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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取絕對值 可能正負會用這樣比消掉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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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可以 如果說 U不發散的話 我假設說 U 它絕對值小於等於 某一個數字 M 所以 這裡的U 都小於等於M 我就可以用M換掉 然後維持它 不能數 可以嗎 可以嗎 我們這門課 很少數學證明 稍微練習一下 這個是 很少很少數學證明 裡面的其中一個 這個也沒有什麼 這個是 對數學證來講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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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河水一樣簡單的東西 所以 Y也覺得 這個小於等於M 乘以什麼 零到五千大 G TAU OK 到目前這個步驟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所以 如果 U不發散的話 Y會小於等於 這個東西 M 是 U的極值 那接下來 我會想 我會找一個條件 找一個什麼條件呢 這怎麼樣條件 Y不會發散 Y不會發散就是代表 這個東西不能夠怎麼樣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不能發散 這個東西 它一定要Bounding 它一定要小於等於某一個數字 它不可以等於無限大 這個東西 如果等於 Sine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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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變成 正的 一座一座小山 一座小山 一座小山 越積越多 零到無限大 這個 越積越多 最後值是怎麼樣 爆掉 所以 這邊一個 充分條件 如果說 這個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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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小於等於某一個數字 它是Bounding U不發散 Y是U不發散 Y是U不發散 這個訓導 是什麼意思 是 G G原來的波形 可能有正有負 對不對 了解 那取決類值 要把負的怎麼樣 翻上來 可以 所以 把負的翻上來之後 這個訓號 把它 看它的面積 這面積 不能夠發散 如果這個面積沒有發散的話 這 系統是 Beeple Stable 了解 所以 Input Runs 對時間的積分 如果沒有發散的話 這個系統就是 Beeple Stable 你要拿這條件去 判斷一個系統不穩定 所以有點麻煩 哇 每次拿到G 趁這個方法 我發現學潘英特爾的方法 拿來做G 然後取決S 來做G 考試考一停 你就 時間就到了 我們要尋求更簡單的方法 什麼方法 剛剛第四點 是不是要你們記什麼 GLT裡面的 基底韓 基底訊號 會更是能關 它都是E的-αT的方式 的形式 對不對 E的-αT的話 那個α會跟系統基底有關嗎 了解